大家好,这里是波波多娜 上一期张宇宁带队第七 我们在开局非常不利的情况下触敌反弹 最终晋级 今天我们继续荣耀之路 我们先换一套阵容 骑士阵型4231 保留张宇宁、格雷兹卡和巴特尔斯 拉斐尔表现一般 我们重新启用克鲁泽 FIFA18最好的后腰之一 巴卡约科入选 后防线转向英超 从左到右 卢克肖、斯莫林、吕迪格、奥里耶 卢克肖虽然不是非常快 但是有一定的身高 斯莫林在低价后卫里是非常不错的选择 吕迪格完全是为了巴卡约科的化学 奥里耶主要是身体素质突出 门将位置我们用贝格为奇 最后一环是脱离索 主要起连接作用 在这之前我并没有用过 进入比赛后我们会马上切换到412、122 后防线不变 巴卡约科后腰 格雷兹卡和脱离索分居左右中场 克鲁泽前腰 张玉宁左前锋 巴特尔斯右前锋 第一场 这种玩家通常不弱 比赛开始我们换阵型 乔文科被换上放在前腰位置 比利亚又前锋 没错 美国大联盟赛季最佳周任务还没有完成 这个任务一共需要在10场比赛里 用美国大联盟的球员进2球 或者2球以上 第21分钟 大卫比利亚直塞 乔文科带球进入禁区 调整后推射 轻松得分 1比0 10分钟后张玉宁传球 比利亚换过后卫 低射圆角 2比0 随后对手不防守 故意送我们一球 我以为他要完成任务 于是我们也送他一球 结果之后 对方连进3个乌龙 退出了比赛 如果他是在没有完成 大联盟任务的情况下 这么做的话 我敬他是一条汉子 横跨4个赛季后 周目标终于完成 最开心的并不是得到了篮卡 而是再也不用上乔文科了 第二场又是一套大联盟阵型 开场后我们换阵型 并换上抽到的赛季最佳帕雷货 换下克鲁泽 这个对手的打法非常神奇 进攻的时候 最后他会等我们防守队员上抢 然后就原地转圈圈 防守基本靠电脑 直到第40分钟 格雷斯卡分球边路 巴特尔斯一个bodyfiend内切后 传球中路 帕雷霍射门得手 1比0 中场休息前 光标切换到格雷斯卡后 球员出现了骑停现象 直接导致对手单刀 扳回一球 这样的情况在之前的视频出现过 切换防守球员后 我们应该在第一时间 让球员向自己球门方向跑 直到完全获得控制权 再根据情况变换方向 下半场刚刚开始 对手就反超了比分 很可惜没能录到进球过程 对手的打法在领先的情况下 更让人绝望 我们越抢不到球 越着急 越急着抢 越容易被过 这种挫败感 还直接影响了我们的进攻 回放录像的时候 发现我们当时很多 带球传球选择都有问题 比如第72分钟的大单刀 很快对手一脚神仙球 比分被拉打 第87分钟 格雷斯卡直塞 巴特尔斯扳回一球 但是无济于事 我们最后2比3输掉了比赛 不得不说我们输在经验不足 这是我第一次见这样的打法 直到比赛最后 都没有想到有效的防守办法 比赛结束后 我果断加对手好友 在分析比赛后 邀请对方踢了两场友谊赛 我们都取得了胜利 而且过程并没有想象中的艰难 遇上这种打法 我们首先需要的是耐心 对手在等我们上抢 我们就偏偏不上抢 控制球员切断传球路线的同时 保持阵型 这样难题就甩回给了对手 另外最后一个进球 虽然没有给我们带来积分 但是这个进球方式非常重要 如果对手阵容明显不如我们 可以尝试多直塞 数据碾压的情况下 很容易出现上帝视角的传球 回到荣耀之路 第三个对手一套得甲阵 和我们的阵容差别不大 第九分钟 托里索和格雷兹卡 做一个二过一后进入禁区 对手上抢失误 我们抽射得分 1比0 几分钟后对手后卫传球失误 巴特尔斯断球后直接射门 球其中衡量 张宇宁补射进球 2比0 下半场开场不久 巴特尔斯进区拿球 拉球晃出空档 大力传球到中路 托里索推射进球 3比0 第59分钟 张宇宁带球进入禁区 拉球过掉后卫传到中路 克鲁泽巧妙晃动之后 传回给张宇宁 推射得分 4比0 第66分钟 对手强突我们左路 随后传到中路 转身射门得分 4比1 中场前又是左路被突破 对手长传到中路 抽射进球 这跟我们球员体力下降 有一定的关系 FIFA18里体能下降 对于球员发挥 有很大的影响 建议大家以满体力值进入比赛 第四场 一套法甲阵 刚刚开场不久 巴卡约克断球失误 得配远射 我们0比1落后 第31分钟 对手脚球 巴卡约克乌龙 中场休息前 又是巴卡约克 进区内停球失误 费吉尔舍门得分 平时神一样存在的巴卡约克 表现简直是灾难级 在某个球员发挥严重失常的时候 说明他这场状态被EA和谐了 最好马上换下 可惜我们在替补席 并没有带任何有用的防守队员 我们只能换上赛季最佳 马赫雷斯增强进攻 下半场开始 我们获得禁区前人一球 没有太大悬念 卢克肖面对门将低射远角 扳回一球 这个进球非常重要 从这一刻起 比赛被我们接管 两分钟以后 马赫雷斯抽射击中门注 过了五分钟 张宇宁直塞 巴特尔斯接球调整步伐 推射进角得分 2比3 三分钟后 托利索直塞巴特尔斯 后着低射远角进球 十分钟之内 我们连班三球 比分变成了3比3平 第九十分钟 又是巴卡约克 莫名其妙地冲到了禁区 浪费了一次绝佳的机会 本来可以是史诗级的大逆转 反而最后时刻 给了对手反击的机会 我试图控制 吕迪格切断直塞路线 可惜没有成功 巴洛特利轻松得手 对手最后时刻 抢到了比赛胜利 防守这个球的过程中 更好的选择 应该是在 姆巴佩拿球的时候 控制边位 卢克肖 卡到巴洛特利身前 跟上一场 输的心服口服不同 这场完全是被坑的感觉 前四场输掉两场 晋级变得很严峻 第五个对手 用的是法国队加萨内 第31分钟 格雷茨卡进去直塞 克鲁泽拿球 推射圆角1比0 中场休息 我们把托利索和格雷茨卡 换下位置 换上马赫雷斯 换下浪费好几次机会的克鲁泽 第69分钟 我们获得进去前任一球 短传卢克肖 第一时间射门 2比0 对手马上回应 开球后坎特直塞 萨内拿球后逆足抽射 2比1 这个球我们自己有很大的问题 先是调出了中位斯莫林 导致身后出现了一个大空当 随后又没有及时切换到 脱离索跟防萨内 最终导致失球 比赛结束前 对手大举压上 后防空虚 张宇宁吃塞马和雷斯 后者把球传至后点 巴特尔斯推射得手 3比1 无场比赛数两场 这个锅一定得找人背 我们用粘换下克鲁泽 然后调换格雷兹卡和粘的位置 保证所有人满化学 第六场比赛面对的这个阵容 几乎是完美的 前三张卡就不用说了 中后场除了林加德以外 所有位置几乎都是闪金卡的顶配 比赛开始后我们更换阵型 脱离索打前腰 粘在左 格雷兹卡在右 开场不到10分钟 扎哈拿球几个假动作 缓开空当 大力远射 我们0比1落后 随后我们换上萨尔维奥和马丁斯 来完成周任务 这次需要在五场获胜的比赛中 用葡萄牙假计联赛球员进球 接受之前乔文科的教训 我们直接换上两个普甲进攻球员 第57分钟斯特林拿球 突然远距离弧线射门 0比2 几分钟后张宇宁进去前接球 一个heel to heel 换开防守队员 调整角度后 横传中路 马丁斯推射 追回一球 1比2 这个进球来得非常及时 反攻就此开始 很快对手防守出现致命漏洞 马丁斯带球进入禁区后 从容起脚 2比2 两分钟之后 张宇宁进去那一个漂亮的转身 摆脱防守 横传中路 沾打空门得分 3比2 我们反超比分 之后我们辨证4231 最后时刻我们获得禁区前任一球 常规操作时间 短传找到马丁斯 停球后设圆角 4比2结束比赛 第七个对手 克雷斯波带一群银卡 还有一张铜卡 拿这个阵容来第六 对手还是有一定实力的 开场后 直接换上萨尔维奥和马丁斯 继续任务 比赛第十分钟 沾前场抢断 张宇宁交给巴特尔斯 随后一个二过一 巴特尔斯在被换下之前 推射破门 十分钟之后 对手大力传球给克雷斯波 吕迪格来不及上抢 克雷斯波一个漂亮的外角被抽射 1比1 对手的战术思路很清晰 把球交给克雷斯波 对于这样的打法 我们要尽可能谨听克雷斯波 下半场开始 萨尔维奥为我们打进一球 可惜没能录下来 比赛结束前 我们得到脚球 罚前点被解围后 斯莫林断下 一个假射进入禁区 从容传给马丁斯 后者转身射门 最终比分3比1 第八场比赛 对手一套扑甲阵 看来也是做任务的 又是大队赢卡 对手很有自信 第十六分钟 马丁斯前场抢断 传到湖顶附近 格雷斯卡看准机会 传给詹 詹略微调整之后 大力射门 1比0 第29分钟 张宇宁前场控球 转圈圈 找准实际直塞 马丁斯拉球内切后 射圆角 2比0 随后对手退出游戏 第九个对手 用的是一套纯英超平民阵 我们的阵容比对手要好 因为我们有巴卡约哥 格雷斯卡和张宇宁 对手只有马夏尔 开场不久后 我们获得反击机会 格雷斯卡精妙直塞 张宇宁无私分球 巴特尔斯不停球 直接推射圆角 1比0 随后我们换上 萨尔维奥和马丁斯做任务 牺牲到了刚刚进球的巴特尔斯 几分钟之后 格雷斯卡前场精彩断球 马丁斯为了完成任务 无视格雷斯卡风骚跑位 一个heel to heel之后 大力射圆角 很可惜被曝出 好在萨尔维奥寂尽不射 2比0 很快对手做出回应 我们的防守过于保守 给马夏尔留下了太多的空间 对手起脚 球在空中 画出一个完美的m 直挂圆角 2比1 第23分钟 巴卡约克送出 让人意外的漂亮之塞 萨尔维奥不停球 直接射圆角得手 3比1 下半场刚开始 张宇宁为我们赢得点球 格雷斯卡主罚命中 4比1 第77分钟 吕迪格启动过慢 兰奇尼冲入禁区 圣门得分 4比2 随后我们换阵4231 加强防守 之后双方没有再进球 虽然早早输了两场比赛 最终我们还是拿到了第6的冠军 下期 张宇宁将带我们征战第5 如果喜欢这期视频 请点赞或者支持 如果希望看到更多FIFA相关的视频 请订阅或者关注 这里是波波多娜 我们下期见